哈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五百老师 介绍各位同学一套很赞的统计学课程 就是这套统计学破关这套课程 书加上教学影片 你用这套统计学破关这套课程呢 就不用去普及 而且这套课程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调快老师的讲课速度 也要是呢 统计学破关这套课程呢 总共的教学时速大概是60小时 那你如果调快老师的讲课速度的话 也要是比如说你调快老师的讲课速度1.5倍好了 那原本64个小时的教学影片 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完 就是60除以1.5 得到 40个小时 你看 原本60小时的教学影片 只需要40个小时就可以看完 所以你一天如果看4个小时的话 几天就可以看完 就是40除以4 得到10天 你看 你用10天就可以把老师的统计学破关这套课程看完了 那这样子你就不用去补习班蹲一个学期4个月了 你如果去补习班补统计学课程的话 大约需要一个学期4个月 那你如果用老师的这套统计学破关这套课程呢 只需要10天就可以看完了 所以呢 用老师的这套统计学破关这套课程呢 是非常有效率的 老师呢 帮助你用最快最有效率的方法呢 把书念好念完 各位同学 不喜欢念书的话 通常都是因为 学校或者补习班上课时间太久了 但是你如果用老师的教学影片的话 你可以很快的就把课程给念完 好 那现在来介绍 统计学破关这套课程的上课讲义 我放一下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整个课程呢 就是老师讲完课文啊 定义啊 定理啊 还有证明完以后 会举翻译给各位同学看 然后翻译讲完以后呢 就是会给各位同学练习题 自己类题 让各位同学自己练习 那讲义里面呢 有详解 各位同学可以自己对照一下 自己做的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第五章 洞叉 你看这里先讲课文 然后定义 然后定义 然后这里翻译 那翻译下面 有详解 然后再来练习题 然后再来 再讲课文 然后接下来 就是翻译 然后详解 这样子 然后给你练习 练习 这样子 然后你看这里 这里有定理的一些证明 好 那统计学破关 这一套课程的上课讲义呢 介绍到这里 教学影片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播放 也可以在笔电上面播放 都可以 现在老师来示范 什么用手机 来播放教学影片 这样子 那老师 如果要选择一些选项 就是在画面点一下 那 你可以 选择 老师讲话的速度 就是 在这里 在这里 你要点一下这里 然后它会出现播放速度 啊 数目延迟啊 音效延迟 就是选项这样子 那你要 改变播放速度 就是这样子 就点这一个 播放速度 把它拉 拉快一点 这样子 播放速度 你看 现在老师讲话速度 就很快了 这样子 那你要 再改变 播放速度 要正常的话 就是 把这个 拉杆 拉小一点 播放速度 这个拉杆拉小一点这样子 好 那现在老师来示范 什么用 电脑来播放 教学影片 那 我们来看 这里 这里呢 那现在是正常的 播放速度 老师讲话速度 现在是正常的 那你如果要加快 老师的讲话速度的话 就是到 Playbag 这里 这里有一个 Playbag 有一个 施力扯的 拉杆 那就是 可以把它调快 你要老师把它调到 两倍速的话 老师讲话速度 就会变得很快 你要老师讲话速度 这个1.00X 正常的讲话速度 好 那各位同学 老师的耐旱手机 都是 0928 929 730 你如果有 课业上的问题 或是有升学上的问题 可以来问老师 或者是 你要找老师聊天 也欢你 不用不好意思 好 那接下来 老师播放一小段 王杰老师的 统计学破关 这套课程的 上课影片 给各位同学看 那 统计学破关 这套课程的 介绍呢 就到这里 好看这一题 它说这个 X 跟Y 它是独立的 那它们有 一样的PDF 是这样子 根号 2π 分之1 乘上1的 負 X平方 除以2 好 现在呢 请你把这个 X平方 加Y平方 好 它的PDF算出来 那当然这个Y呢 它跟这个X 它是独立的 它的PDF 它也是 根号 2π 好 分之1 乘上1的负 好 它是Y 所以是 負的Y平方 除以2 这是Y的PDF 现在请你把这个 X平方 加Y平方 它的PDF 把它找出来 那这一题呢 我们用累积分配变数法 就所谓的CDF法 好 来算这个 X平方 加Y平方 它的PDF 好 那这个CDF法呢 它不是只有这个单变数的变数转换可以用 像这边呢 多变数的变数转换 多元变数转换 它一样可以用这个CDF法来算 好 那接下来就算给你看 怎么用这个CDF法来算这个 X平方 加Y平方 它的PDF 好 我们先另一个Z 让它等于这个X平方 加Y平方 好 那这个Z呢 它的CDF 那就是这个大写的F F of Z 好 这是这个Z 它的CDF 它是什么呢 就是Z 小于等于Z 它的击率 那这个Z呢 就是X平方 加Y平方 好 它小于等于Z 它的击率 那这要怎么算呢 就要对它来做这个积分 好 积分 积分范围呢 就是X平方 加Y平方 小于等于Z 好 那里面呢 因为它这个X跟Y 它题目已经说了 它是独立的 好 所以你这两个就直接相乘了 因为是独立的 好 所以呢就是这个 根号2π分之1 乘上1的-2分之X平方 好 乘上这个 根号2π分之1 这个1的-2分之Y平方 好 这两个相乘 然后对它做这个积分 DX比Y 好 那里面呢 你先把它乘起来 这根号2π根号2π 两个乘起来 那就是2π分之1 好 那过来这边呢 两个1 好 它两个相乘 所以它是次方相加 好 次方相加呢 那就是-2分之X平方 加上-2分之Y平方 两个加起来 次方相加 那就是-2分之X平方 加Y平方 好 一样是积分 好 这个积分范围 X平方 加Y平方 好 小为等于Z 好 就是DxDy 好 那这个东西呢 你看到这个有X平方 有Y平方 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想到 你可以用极座标转换 好 这是一个微积分技巧 好 极座标转换 好 那你把它转换过来以后呢 它又变成这个 一样积分 好 变成 因为极座标呢 它就是这个半径跟角度的关系 就这个R跟C的 好 那这种积分呢 外面是这个C的 就是角度 那角度呢 就是从0到2π 好 所以呢 基本范围 0到2π 那里面这个R呢 它是0到这个 根号Z 为什么是根号Z 因为它这个极座标呢 它的这个定义是这样子 R平方 它等于X平方加Y平方 好 所以呢 那这边我们已经订了 这个X平方加Y平方 它是Z 所以呢 那就是R平方等于Z 那R平方等于Z 那R是不是等于根号Z 所以呢 这边积分范围就是0到根号Z 好 这是R它的积分范围 好 那里面呢 一样照抄 好 这个2π分之1 好 2π分之1 好 然后呢 这个1的 反正这边是X平方加Y平方 那现在换成极座标了 X平方加Y平方 那就是R平方 好 这个极座标转换 它对这个R它的定义 好 那就是变成负的2分之R平方 好 那后面呢 这个R底R底C的 好 那我继续来做积分 好 这个积分呢 这长数没有用 我们先拿出来 因为等下积分不会用到 好 长数怎么G都一样 最长 长数先拿出来 这个2π分之1 好 先拿出来 好 后面呢 后面呢 后面先照抄先写过来 好 这个积分呢 这个C的 它是0 G到这个2π 那这个R呢 它是从0 G到这个根号Z 好 那里面一样 这个1的负2分之R平方 好 那这边呢 这边是一样 一样 R底R底C的 继续做这个积分 好 长数向 你先照抄 2π分之1 好 里面呢 我们先积这个 1的负2分之R平方 好 它积分以后呢 就变成负的 这个1的负2分之R平方 你说为什么这个积怪 会变成这样 好 我们赚给你看 这个东西要怎么积呢 好 这边呢 我们就是要另一个T 好 让它等于负的2分之R平方 好 你就会把不好积的东西 你把它用一个T 把它代换掉 好 所以呢 你等一下就上面 就剩一个T而已 好 所以我们另这个T 让它等于负的2分之R平方 好 所以呢 你把它 你再把它这个维分 好 抵T抵R 这2 这2 围下来 2 跟这个2 消掉 没有了 那这边呢 2次维分变一次 所以又变成负R 那你再把它整理一下 那又变成这个D R拿过来 负拿过来 所以R抵R 就等于负的抵T 好 所以呢 这个积分又很好算了 所以我们要 我们是要积这个1的负 2分之R平方 好 R抵R 好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用这个T来代换掉 一开始这个T我们就令它等于负的2分之R平方 所以你T可以直接把这个四方向把它代换掉 所以它会剩一个T四方 那等一下就很好 就很好 好 好 那这个R抵R是什么 就是负的底T 好 所以就是负的底T 负拿到前面来 好 所以呢 它就变成负的 这个1的T四方 好 对这个T来做积分 那怎么积 这根本就不用你积 你用看你就知道啊 积出来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负的1的T四方 那T是什么东西 就是负的2分之R平方 好 所以这个积分呢 它就变成负的 这个1的负2分之R平方 好 次方 所以呢 这个1的负2分之R平方 好 R比R 你把它做这个积分呢 就变成负的 这个1的负2分之R平方 好 那积分呢 从0 7到这个根号Z 好 0到根号Z 那你就把它带进去 这根号Z带进来呢 它会变成0次方 当然其它造成 外面先造成 这个Dc 然后0呢 积到2排 好 这个先造成 好 我们先积里面的 好 我们把这个根号Z 把它带进来 根号Z的平方 那就Z 好 所以呢 它上面就变成一个 负1的负2分之Z 好 那0呢 0把它带进来 它会变0次方 0次方是什么东西 0次方就是1啊 所以它就减掉负1 那是什么 那就是正1 好 所以呢 你就把它写在前面 所以这个东西算出来呢 就是1减掉1的负2分之Z 好 次方 好 那外面一样 这个2排分之1 然后呢 这个 对这个θ 来积分 好 是这个0 积到这个2排 好 那你看呢 它对θ来做积分 那里面有没有θ 那里面有没有θ 因为没有θ 所以里面可以全部把它当做常数项拿出来 好 所以这个先把它拿出来 那会变成这个2排分之1 减这个1的负2分之Z 好 整个把它当常数项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里面就没有东西了 就剩下一个 好 应该是1 因为我们乘1就不写 所以里面这样看起来没有东西 所以就对这个θ来做积分 从0积分到2排 好 那我们现在对这个东西来积分 好 前面先照抄 2排分之1-1的负2分之Z 好 那里面呢 它没有东西其实是1 那1的积分是什么 就是θ 好 最后用的是θ 然后呢 从这个0到2排 那这个就很好算了 好 前面先照抄 2排分之1-1的负2 2排分之Z 好 那这个怎么算 算简单啊 次长代价就是2排啊 那0代价就是0 2排-0 那就2排啊 最后面就2排 所以成长2排 那这个2排 2排 是不是又消掉 消掉就没有了 那我剩下这个1 减掉这个1的负2分之Z 好 还没完哦 这个是CDF 它叫我们算什么 它叫我们算PDF 那PDF怎么算 就把CDF为分了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来为分 所以这个CDF CDF就是小写的F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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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問這個x平方交y平方 他說這裡面沒有z z是我們設的 那題目裡面沒有z 所以最後你要把這個x平方交y平方把它帶回去 那x平方交y平方你怎麼帶回去 因為我們算出來是z 那這個z是什麼 就是x平方交y平方 所以你就把它帶回去 所以我們這個x平方交y平方 那麼就算出來是2分之1 乘上1的-x平方交y平方 除以2 那這一題你就這樣算出來